FM03中广流行王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Hello大家好 我是加寇蒋伟文 今天是2023年9月17号 今天是一个礼拜天 It's a Sunday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像这个演艺人员 常常有时候被人家认出 除了说可以叫出你的本名以外 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你某个代表作 或是他很喜欢你某个作品 我所谓作品就是可能电视节目 或是可能是拍了某部戏 或甚至广播节目 大家认出你来 就会觉得把你认出 那个里面这个代表作的人物之一 这样子 比如说像我以前 很久以前有一个这个MIT台湾志 专门在爬高山的 那个节目我也主持了八年 然后就爬了很多高山 去了很多台湾各地 很漂亮的一些美景的地方 去了解台湾的各地的人文 这个地形 常常去一些很特殊的地方 甚至于跟到原住民的部落去 所以有一阵子呢 常常会有人认出 MIT台湾志蒋伟文 尤其是甚至到现在了 我带小朋友可能去什么青山步道了 或者上一次暑假的时候去太鲁阁 也有碰到 还是有人认出来 MIT台湾志蒋伟文 你是那种MIT台湾志蒋伟文吗 我说对对对 谢谢你好你好 但是这个那个时候的我 跟现在我已经差了二十多年了 快二十年了 就是差很多了 就是那时候我还是单身嘛 现在我已经是个爸爸 两个小孩了 所以也很开心 可以见到很久以前 这还在有看这个节目的 这个观众这样子 那也有人 大部分人会在菜市场碰到我 就可能认出我以前 这个有吃饭皇帝大 这个料理节目 跟陈德烈啦 然后一起做料理啦 所以可能也有很多人 已经不知道这个节目的名字了 可是记得我以前常 这个在料理节目里面 常教人家做菜这样子 所以看来我就喜欢跟我 讲料理的事情 那因为那个料理节目 以前我叫做小粉红嘛 所以那一阵子呢 也蛮多人看到 我会叫我小粉红 会叫我穿粉红色的衣服 可是时间一转眼 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小粉红已经 大家不太记得了 不过还记得说 我蛮会做菜的这样子 蛮会做料理的 那曾经也是一个 我的代表作这样 那最近呢 在这个带小朋友 在暑假的时候 去上游泳课的时候 发生一件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也是被认出来 可是这个对我来讲 蛮特别的 因为其实我的戏剧的代表作不多 因为我都没有演主角 我都是配角这样子 所以也不能算是代表作 可是最近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我带小朋友游泳的时候 在一个势力游泳池那边 我坐那边等小朋友游泳 然后大老远的就一个 应该救生员了 他后来他跟我讲 他救生员 穿红色短裤 然后全身很幼 很重的一个男生 远远看着我就 好像认出我来了 然后我就想说 他可能认出我了吧 我也没想那么多 可是他就横跨游泳池 就走过来我这边 然后就拿了手机 就问我说 请问你是不是 然后他还没讲 我说对对我是 我是 我是蒋伟文 然后可是这个蒋伟文 三个字呢 对他来讲 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说你是不是那个 我想我已经讲 我是蒋伟文 他怎么没有反应呢 他说你是不是那个 演那个律师节目 那个李律 我说我是 我是那个 最佳利益里面 那个李律 他这时候就拿出手机 他不是拿到手机 他拿给我看 他那个手机的封面 是一个最佳利益的剧照 然后他用手指里面 我演了一个角色 李律 他说这是你 李律 所以我说 你演 你很会看人的 这甚至是我 因为其实那时候 我因为其实我在游泳池 我穿个短裤 我也没有穿上衣 然后也是就是没有什么打扮 那李律每次都西装笔挺的 然后输个西装头 我说这样子你还可以认出来 李律你太厉害了 他说对 我就说是你 李律你真的是 我真的认人蛮厉害的 然后就很开心 他说要跟我拍照 我说好 拍完就走了这样子 然后我才发现说 他其实只认得这个角色 他其实不知道我是蒋伟文 他其实没有去认真想说 演李律的角色是蒋伟文 他只对这个角色 很有印象 印象深刻 然后就让我觉得 我是把这个角色给演红了 当然这个戏当然很红 因为有一阵子 在Netflix真的很红 第一季再第二季 都很多讨论度很高 很多人在看 很多我周边朋友 看过这戏 说你这个李律演的 真的很令人讨厌 这样子 但是是第一次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人 认出我演的角色 可是他并不知道 我是蒋伟文 所以说 因为其实我后来也比较 现在大家比较少看电视了 那我现在上电视节目 大部分也都是一些健康节目 或是一些什么 讲料理的节目 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收看 这种 像这种大型综艺节目 几乎都很 没有在参加 那都是年轻人天下 对不对 所以说 他不知道蒋伟文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知道李律 就让我觉得也蛮开心的 觉得没想到 我没有在戏剧上演什么主角 但是也有一个代表 代表作的角色 让人喊得出名字来 这样子 所以就挺开心的 那讲到说广播 也会被人认出来 我就有这个经验 曾经我跟我们这个 蒋公厨房的 两代的气编 就是我们的总监 黄总监跟另外一位总监 我们一起去吃这个 回转寿司的时候 就曾经有人在隔壁桌 听到我的声音 就站起来说 蒋公厨房 你看声音也挺好认的 对不对 这个也是常有的 像我有时候到某些地方去 然后就跟小孩的讲话 就会有人探凸头来 比如另外一个座位 就有人探凸头来 就看着我 看了一阵子说 你是不是蒋公厨房 蒋伟文 我说我是啊 我刚刚听你的声音就很像 果然就是你 我又在听你节目了 说谢谢支持 谢谢收听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 听到一个 你觉得很熟悉的声音 你觉得这会不会是蒋伟文 没问题 大大方方的跟我讲 你有在收听我节目 我很开心的 你不会打扰到我 好不好 除非是我在骂小孩 骂小孩的时候 你不要过来凑热闹 我会很尴尬 正在骂小孩了 你一过来 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 那个点头示好 就是有点尴尬 那个心情很能转换了 好不好 好啦 那就跟大家分享 有时候我们艺人 被人认出来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不太一样的 蛮特别的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口 蒋伟文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好了 我们今天来讲一道 这个詹姆式的 轻松煮健康料理 这道料理叫做 豆腐鱼片汤 可是我看了一下 它整个料理的做法 我曾经做过一次 它这个料理 其实名字 如果要再耸动一点 应该叫做豆腐鱼片冲热汤 它是把豆腐跟鱼片 做了一些处理以后 然后放在砂锅里面 然后放上一点葱花 然后再煮一锅 很热的鲜鱼汤 用鱼骨去熬煮出来 等于是鲜鱼高汤 然后趁它热的时候 直接这样冲到这砂锅里面去 那个热汤冲下去的时候 整个鱼片 全部就立刻熟了 然后豆腐也在这里面变熟 然后葱花 那姜的味道 立刻被冲到热汤里面去 你就喝这一口鲜鲜美的鱼肉汤 这怎么做呢 其实听起来就觉得很不错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配料 你一听就觉得 这个汤的味道已经很特殊 这里面加了皮蛋 还加了香菜油条 这听起来就很港式的感觉 怎么做呢 很简单 你先把皮蛋一颗去壳以后 把它切成细末 你先想一想 这道料理是要用热汤 把它冲进去这个砂锅里面 所有食材都准备好放砂锅里面 准备接受这个热汤的泡煮 所以说所有食材都要切成细细的 或是碎末 这样很容易就被这个热度熟透 那皮蛋去壳 然后把它切成细末 然后嫩豆腐呢 在这边是切成细丝 稍微一点考验你的刀工了 可是你想象你在切这个 比如说我们吃这个喝酸辣汤 酸辣汤是不是要把鸭血切细丝 白豆腐也要切细丝 就是有这种红白鸭血的感觉 红白血的感觉 所以这个嫩豆腐切细丝也不难了 反正就一盒嫩豆腐 先切片 然后再把它切丝 其实很容易的 你自己试试看 不容易 反正这个就算碎了几条也无所谓 然后香菜叶把它洗干净 也把它切断 然后这个油条 如果你买回来 你有油条 就当然就买回来以后 可能不可能马上就做 所以油条可能冷掉了 那最好是放入烤箱 像这或是气炸锅 把它烤到香酥 然后再拿出来 然后切块备用这样子 那这边是使用是无锅鱼 因为无锅鱼第一个肉又比较多 我现在无锅鱼也不会有任何的腥味 那无锅鱼呢 詹姆士这边是教大家把它擦干净以后 沿着两侧的鱼身 从鱼头这边开始 或从鱼尾那边 把它取下鱼片 就是把整个鱼肉把它取下来 去皮 而且切除中央残留的鱼骨 然后刀片呢 再把这个鱼肉切成薄片 那么鱼头还有鱼杂 还有鱼骨就把它留下来 准备熬汤的 那但是你当然在家里也不用那么麻烦 现在任何的这个传统市场去买 你就跟鱼饭要求 我要这个只要把鱼肉把它剔下来 鱼骨和鱼头 还有剩下的你就留给我 那当然内脏都不要了 所以这个很容易 你就请那个鱼饭帮你做 甚至有的鱼饭还会帮你切 这个鱼肉把它切成片状 他如果不是那么忙的话 他也会帮忙帮你切 那但是其实无所谓 这个自己家回家切就好了 很容易的 好 那你就把它切成薄片这样子 把鱼肉切薄片 鱼头鱼骨鱼杂留下的备用这样子 那砂锅里面呢 你就把切片的鱼片 放射状的 把它摆到这个盘子 砂锅的中间 就是围一圈这样子 然后在这鱼片上面撒上葱花 香菜叶 还有姜丝 就放在那备用 OK好 然后另外呢 就准备一锅这个热的油 烧热一个锅子 平底锅 或是带来一点深度的锅子 然后把这个油烧热 烧热以后呢 就放姜片 刚刚我们放姜丝在砂锅里面 詹姆斯这边又放了一些姜片 因为他熬这个海鲜高汤 就是鱼骨高汤 他需要一点姜片来去腥 他这个锅子热了 油热了 姜片上去大火爆香一下 然后就把鱼头 这些要放进去鱼骨 就要擦干净 不要都湿答答的放进去 会油爆 擦干里放进去 鱼头鱼骨 这些都放进去 把它炒炸至香酥 就是上色这样子 你闻到香酥 后来鱼骨都已经 它上面还会夹杂一些鱼肉 鱼骨夹一些鱼肉 这鱼肉都已经 这个煎炸到上色了 都焦黄色的出来了 这时候你就倒一点米酒 再加水进去 把它煮成鱼骨高汤 然后再加入 这个盐巴在里面 变成一个调 有这个调味的这个高汤 刚刚这个砂锅里面 就这样没错 然后最后呢 这个煮这个高汤 用鱼骨去煮 鱼头鱼骨去煮 煮这个高汤 你只要大火去煮它 你甚至可以煮到 这个汤是有点白色的 好 煮煮煮这个汤大概用到 四五百cc吧 就看你要多多少汤 看你的砂锅多大 还有这个鱼骨 你的汤越少 你熬出来汤越鲜美 那你就一条无锅鱼嘛 那看你的大小 这个鱼头鱼骨有多少 那你煎香了以后 你倒的水越多 如果一条无锅鱼 你倒了一千两千cc水 你就把这个鲜度给稀释掉了 所以说你自己来拿捏 你看这个汤要多鲜 OK好 那这汤里面 在你倒热水之前 你要放点米酒 放点盐 好不好 最后就把这个热汤 浇到你的这个豆腐鱼片砂锅里面 直接浇进去 因为这个砂锅里面就放了 刚刚有放鱼肉 然后葱花 然后姜丝 然后他这边忘了写 就是其实你切好豆腐 也要放在里面 都放在里面 然后再加上切碎的这个皮蛋碎也放里面 直接冲在这里面 就可以喝豆腐鱼片汤了 好不好 很简单吧 所以重点是你在倒这个汤的时候 这个汤要滚烫的 OK 那鱼片要切得够细 其实也不用切很薄 因为鱼片一下就熟了 你这个热汤一滚进去它就熟了 所以说这个最后再把油条把它放在上面 这样才吃的脆脆的 很香的油味 好不好 好了 豆腐鱼片葱热汤 谢谢我们的詹姆士轻松煮健康吃 好 休息一下 待会儿我们回到我们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蒋公厨房 要连线给Marco老师的私厨 Marco老师你在现场吗 我在现场 Checo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蒋公专业厨房 就直接连线到Marco老师的私厨 因为Marco老师 他就曾经是专业厨房的主厨 他自己现在也有一个私厨 那私厨跟比如说饭店的厨房 又不太一样 然后他自己在家里也有一个厨房 所以他横跨了三种不同的厨房 可以给我们大家做最好的介绍 这样子 我想先问一下Marco老师 你们家里的厨房 你们自己家里的家用厨房 跟你现在的私厨 然后再比较 比如说饭店的厨房 这三种厨房 我们从最主要家用厨房开始 你就这样比较起来 到底最大不同会是什么东西 最大不同应该就是炉具的使用 像家里的瓦斯炉可能就是双口炉 一般可能就很多市面上的牌子的瓦斯炉 就这样而已 甚至有人家里现在一些新大楼不用瓦斯 可能是IH炉 那专专业厨房的炉具 基本上我私厨的炉具就会用西餐的那种类似快速炉 就是说下面是火上面是架子 对类似是这样 这样的好处就可以放比较大的锅子 而且比较不会说好像因为 有时候我们瓦斯炉有三个角或四个角 对不准还会那锅子会歪一边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专业的私厨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下面是烤盘 对因为专业的炉具 它那个架子就会变平面 所以你放什么锅子都可以 放多大的都可以 甚至旁边还可以放一些小碟子干嘛 都不会有问题 是的 没错 所以专业的厨房跟家里的厨房 最大不同是那一口炉很不一样 对炉子的功率啊大小啊 还有口数 比如说我们家里就两口而已 到私厨就可能四口 那饭店呢 它的loading更大了 可能是六口或八口 甚至旁边汤还有瓦斯烤箱 那我们常听到就是说 我们像中式厨房 因为马可是做西餐的 或地中海料理男神嘛 那我们中式厨房通常都有所谓的 炮炉就是说它的火是很强很旺的 那我们在做菜尤其热炒的时候 我们去热炒店看它那个火炉 哇那火之旺 那个晃那烧起来那样 所以它很快就可以把菜炒完以后呢 它那个菜的熟度跟它的香气 好像我们在家里怎么做也做不出来 这个跟炉子的功率也有关系吗 对这个跟炉子的功率最有关系 因为它那个炮炉其实是俗称 它其实叫古风炉 它就是利用风力把火集中在一个点 那你集中在一个点 你烹调速率就会加快 对加快可能会把火烧到两三百度 那你家里的火不可能弄到两三百度 那为什么专业厨房弄这么高的温度 就是它要缩短它的烹调时间 因为烹调时间一缩短 其实菜煮越快时间煮好 其实它的甜分跟水分越锁得住 对所以说换个角度来看 就算是热炒店老板几十年经验的 他没有这个火炉的功率 他回到家里 用家里那个小小的家用炉去炒 他就算技术再好 他也不见得可以炒出 他店里那个风味来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说的嘛 公寓散其事必先利其器 什么菜做用什么锅这样 但是回过头来想 那为什么家里不能用这种餐厅用的火炉呢 因为餐厅用的火炉 它瓦斯管径要比较大 是 就是进来家里那个瓦斯管的管径不一样 因为你管径大 你的出火出风才会大 那一般家里的管径 通常那个瓦斯管 差不多就五公分 直径五公分而已 甚至更小 所以你没有把瓦斯有办法增压到那个火力 所以你再怎么弄都不会大 不知道市面上现在有一些家用瓦斯乳 它会有什么双环火四环火 那个可能稍微可以 但是火力还是不会有专业厨房的火力 了解 但是已经比较强大就对了 对比较小 那可能我猜是做一些给喜欢热炒的家庭主户们用 了解了解 那像马可老师你是这个地中海的男神 那像如果说到你 像我不知道西餐 有没有像中餐这种需求 就是像热炒店这种需求 就是火要特别旺特别大 有这种需求吗 有像我们在煎牛排或猪排的时候 我们还是我们也希望是大火 因为你要产生表面的煤纳反应 要焦化反应 那你火太小其实你煎不太起来 所以其实我们煎牛排还是希望 就是如果用快速炉 然后放平底锅下去煎 我们也会觉得这样要封住血水的效果比较好 那这边我就要问 就在我们进入今天所有主题之前 我要再问一个题外话 这也是私自想问的 因为马可老师 像你刚提到煎牛排 我一定要问你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 就煎牛排在家里想把它煎到好吃 就像马可老师讲 那锅子一定要热 牛排下去一定要 那个声音要出来 它那个煤纳反应要有 但是最头痛就是 我们家里的那个抽油烟机 就没有像专业厨房这么好 所以每次煎牛排 那个厨房如果是密闭空间的话 都是烟 这种情况 马可老师请问你自己做 也会有这种状况 那如果是有的话 你怎么去避免它呢 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行为 对 就是煎牛排 我知道大家都有迷失 就一定要大火 对 可是家里抽油烟机设备不会那么大 所以这真的是很难解决 所以通常我都会做一件事情 这是开玩笑 我都会跟我学生说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 你就把你们家的抽油烟机开到最大 如果还是抽不动的话 那可能你要去阳台顶楼间 会比较好 所以就证明了说 其实大家也不要苦恼 这煎牛排本来就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对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小小的pebole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也是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 不是说一定是 不是完美 因为我发现我煎牛排的对象 都是给我们家蒋夫人 或者是我们家小孩 那其实他们不用吃到这么厚的牛排 因为小朋友其实咬不动那么厚的牛排 所以说后来我就去Costco 因为Costco买 就每次大卖厂 买的牛排都比较厚 比较像我们在外面餐厅吃那种厚度 对不对 但是我煎给小朋友 我会再把它剖半 就变成一片牛排 也就像我们去超市买这种厚度 但是它是比较好的品质的牛排 这样子我煎的时候 它煎的时间就缩短 它油烟就比较没有那么 也是有 但是没有那么多 不是持续那么久 然后到第二个阶段 我又2.0 又把它再增加 让它更好的方式 就是说 我先把它煎到有梅纳反应 两面都煎上了 然后我就把它丢进气炸锅 然后大概是180度 再气炸个两分钟这样 然后放在里面休息个两分钟 然后拿出来 就正好完美了 是这个方法非常好 其实这个就是家里要用的时候 因为牛排厚才会有熟度 可是在家里 如果没有那么专注 一定要吃到几分钟 其实可以像家口一样 把它切薄一点 稍微煎一下 那煎一下 时间缩短 那你不要煎两次就好 你就放气炸锅 放烤箱去烤 烤到你要的熟度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在牛排这边 我再问一下 请问那个马可老师 你们专业厨房里面 难道说每一片这么厚的牛排 永远都是冷藏保存的吗 难道没有冷冻要解冻的吗 有啊 我们其实现在大部分都会有冷冻的比较多 那你要煎的时候 对 那如果说你马上就要吃 然后你现在还有冷冻 没有解冻的 那怎么办 那就没办法 千万不要做冷冻 一定要先预退 不然现在不是有一些解冻板 是是是 对你可以先放到解冻板上面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快速解冻板 对 对 但是千万建议不要冷冻间 冷冻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好 今天我们这个连线给 今天我们的讲工专业厨房 连线给我们的马可老师的私厨 那待会广告回来以后 我就看监队 刚刚马可老师刚讲到说 牛排可以放气炸锅 所以家里家家都有一个气炸锅 难道那另外专业厨房的 马可老师会给我们什么样建议 说家里还需要什么样的这种 让你的料理可以成为这个 你的料理的神队友 什么样的这些3C用品 还有就是在专业厨房角度来看 家里的各式各样的厨具 或是刀具或餐具 他们会怎么来清理 怎么样来保存 大家回来 讲工专业厨房 别走开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的单元是 讲工专业厨房 接着我们连线给专业的厨师 地中海男神 马可老师 马可老师 大家好 你今天在私厨 你今天在私厨忙吗 对不对 对 我一定要帮马可老师 忙到一半 我一定要帮马可老师私厨打一下广告 这个私厨是你 就是说他的最特别是 一个餐期只招待一桌客人 所以说可以享受主厨 专门为你服务的一家餐厅 如果你从来没有这种感受过的话 你应该去试试看 而且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马可老师 对 欢迎大家来 是 那私厨的好处就是 你只要跟他讲说 你不吃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 这样就可以了 由这个主厨帮你去安排 所以也会是一个surprise 而且这个surprise呢 是在你规范好的范围里面 不会出现你不爱吃 不能吃 或者是你吃了会过敏的东西 这样子 对 我们都会询问清楚 对 环境也是很棒 我很喜欢你们 因为你跟你老婆 没有在弹钢琴 对不对 没有 你们还放在钢琴那边 我觉得真的很棒 因为很多去用餐的人 他可能小孩都有在学钢琴 他们就可以表演一下 像我们去Marco那边 吃足用餐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小朋友 第一次有一个地方是 不是在自己家里 然后在一个餐厅里面 他可以去弹演奏钢琴 对 他可以在家里练习的 他拿到另外的地方去试试看 让大家听听看他弹的钢琴 所以我觉得很棒 所以大家如果小朋友在练钢琴 欢迎大家带着去Marco老师师储 欢迎来弹钢琴 对 你们一家大小 加上亲戚朋友 去那边订一整桌 全家人 等于开中青会一样 在那边Marco老师 帮你私厨一下 对啊 你们很适合中青会 同乡会 中青会 同乡会 同盟会 中青会都可以 天地会 太棒了 好 刚刚讲到这个专业厨房 因为我去Marco老师师储 吃饭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跑到他厨房去看 每次进去那种专业厨房里面 就让我觉得很干净 他所有东西 这么样多 可是却不杂乱 井然有序 因为他必须每天要 在很紧迫的时间上 一直上好菜 所有东西都一定要找得到 那可是呢 忙完一天以后呢 总有要清理 要保存的时候 请问专业厨房 所有的厨具 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我们清洁用品 我也没有去看你用的抹布 或是你的清洁用品 或是你是用什么东西 清理这些抹布 整个的清理流程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大概专业厨房 是怎么清理一天的工作完 以后的厨房 清理厨房 通常都是从 我们讲比较好 我们先从天再刷地 就是天的话 就是抽药烟罩比较高 对 我们会先洗抽药烟罩 洗抽药烟罩 我们家用的抽药烟机 我们大概可能三年洗 会不会一年 过年可能还考虑 要不要洗一次这样子 是 中间厨房是要每天清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工作量很大 你不每天清 它的油垢会卡住 卡住久了 其实第一 对厨师自己呼吸的空气 其实品质就已经不好 是 对 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厨房 所以我们要先第一 先洗抽药烟机 那我们会去买一些厨房的 专用的中性清洁剂 对 记得 我建议大家就买中性 因为现在中性的清洁剂很多 上网就买得到 不要买一些什么泡沫 强酸 或强碱 其实那个呼吸久了 对厨师本身健康 真的不是很好 可是中性清洁剂 对这种 像你刚说 清理油污 这个有效吗 有 其实现在因为时代进步 我发觉很多大卖厂 然后卖的中式清洁剂 或是柠檬酸比较多的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三合一清洁剂 那是真的很好用 OK 好 那在清洁抽 这次我们就想要学一下 清洁抽油用机 尤其是专业厨房 一定油够特别多 那你每天清洁 就会省去说 好像累积一堆油够 很难清 对不对 没错 加口讲的是重点 你每天清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要过年清 因为我们用量太大 你过年清 你可能要用刮板去刮 所以我们必须每天清 这个也给大家一个借劲 所以你不要等到说 你每次说 我抽油烟机很难清 你们专业厨房怎么清 他怎么清 他每天清 每天清就不用这问题 而且你每天清 差不多差个三分钟就好了 这个很有帮助 你每天只要花一点时间 稍微家用的擦一下 擦一下 到过年要大清扫 这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是的 可是你都不清 你到过年 你是一样卡油卡得很严重 是的 对 那你想象 Marco老师的专业厨房 他可能每天都要煎牛排 每天都要煎 都要煎鸡排 每天都要煎鱼 所以那个油 油是特别多的 所以说 他一定要每天清 所以说用中性的清洁剂来清这个 你说先洗天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再洗桌面 桌面就是比如说你的炉具 然后你所有切菜的桌面 那就一样 我们也是会喷清洁剂啊 然后比较炉具的话 我们就可能拿菜瓜布或刷子刷一下 刷完之后用抹布擦过 擦过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台面已经好了嘛 然后再来就是地板 那地板的话 通常如果你的专业厨房都会有漏水口 那你就可以刷地 那没有的话 那你就去先扫地再拖地 那拖地的时候 我们一样会喷一些清洁剂 中性清洁剂喷在地板 然后再去涂 因为像现在很多清洁剂 都是有天然的什么百里香 精油什么之类的 其实那个都很好用啊 了解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尽量的每天去 每天的去清洁它 就不会遇到大问题 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 从抽油原机到台面到地板都要清 那跟我们家用的差不多 家里只是抽油原机很少清 其他都有在清这样子 对 可是这个顺序很重要 你不要先清地板 你先清地板 然后再清台面 那台面上的污垢就少到地板 那你地板要清一次 那你再少抽油原机 抽油原机的油垢又低在地板 地板又要清一次 你看 这真的是专业才知道的 那另外包括的 比如说那个 像请教老师 像你们的那个刀具啊 什么时候才会去磨一次 那还是说一定要用 因为你不可能用到说啊炖了 那你炖了这一餐就炖了啊 所以你会什么时候就定期去磨它呢 我们基本上一个礼拜会保养一次刀具 就是用磨刀石 对一个礼拜磨一次 那一个礼拜磨 这个其实跟抽油原机道理很像 因为你切到炖了再磨 这样其实你磨的时间要很久 与其这样你不如一个礼拜磨一次 其实就跟你天天在清洁一样 每个礼拜磨一次 你可能磨个一两百下 就刀子又保持锋利 那因为很多是家庭主妇啦 就家庭主妇像我自己磨是没有问题啊 但是像我有时候也是 因为一年都不磨 然后等到他不力了 我要去磨的时候 就觉得很难磨啊 我就会想偷懒 那我就会找到这种 他用手工在磨刀的一些 在传统市场会有这种刀具店啊 他不是用机器 他在外面就有一个磨刀石 他在帮你这样磨 可是这样子一把刀也要磨三百块 这样值不值得 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值得 OK 那就好 因为那个磨刀石其实蛮贵的 对 刀具的厨房 其实磨刀石一颗都要一两千块 对对对 那你买一颗一两分千开回去 你可能一年才磨一次啊 所以是非常不划算 对因为很多家庭主妇会觉得说 我买这把刀才九百到一千块 我去磨一把刀就要三百块 那这样会不会划不来 那我现在就问一下 专业厨房的马可老师给大家的建议 其实划的其实是很值得的 对 因为你这个刀你磨磨磨它就立 立你又可以用一年 你就不用再买新刀具了 而且立的刀就不会出事情 很容易就不会出事情 对因为你是切实材很顺手 你就不会切到手了 对你做起来顺心顺手 这整天都很愉快 那你切的不顺刀 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妈妈们 或是在家做料理人 就是看他们自己上传的影片 刀真的很顿你知道吗 切切不断 然后常常喜欢问我说你的葱花为什么切那么漂亮 我说你先去磨刀 你就知道了 大部分都是这样 对 好那这些是厨具的一些这个整理 那另外刚刚马可老师讲到说 我们现在家家都有个气炸锅 那以专业厨房的角度来看 像我我家里一开始买这个新家的时候 我就买了一个砍入式的大的烤箱 可是我发现我真的很少用大烤箱 我反而每天在用气炸锅 跟小小的烤吐司机的烤箱 然后现在又市面上有很多什么水波炉 或是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什么火烤炉 或什么的你知道 气炸烤箱了 太多了 对 待会广告回来 我想请马可老师 稍微提点我们大家一下 到底家里的厨房 你觉得最常用到的是什么 那你们专业厨房最常用到的是什么 待会来马上请教我们的马可老师 别走开 Family 3中广流行王讲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这个马可老师 讲公专业厨房 马可老师 大家好 是的 对 我现在问你就是有关于这个厨房里的3C用品 那你要你要做个比较 因为你有家用厨房 你家你也要回家睡觉 你也要在家里做 你家夫人也要做菜嘛 对不对 是 然后你的专业厨房里面所用的3C用品 跟你家用的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是 你给大家一点简单的提点 你觉得到底什么是必须的 什么只是看起来好看 放那边真的没什么用 哦 为什么 了解了解 也不能说放那边没什么用 可能这个东西真的比较适合 用不太到 比较适合专业的厨房 可能不太适合家用的这样 对 我觉得家里要用的其实三个东西一定要有 就是大同电锅 然后气炸锅 对 微波炉这三样 家用的话 对 对那如果你衍生到专业厨房 你的大同电锅就变成专业的蒸炉 是 对所以你看你家里就也可以蒸了 烤箱因为专业厨房用的都很大台 那其实你可以换气炸锅 因为气炸锅其实就是一台小型的烤箱 是 对对对对 那第三呢 微波炉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食品都是可以微波 是 加热解冻 所以我觉得微波炉也是必须 这三个东西我觉得是家用厨房会 应该一定要用到的 而且老师这个逻辑很棒 就是说他把专业厨房的东西 转换成家用的功率 比如专业厨房的大烤箱 回到家里就变气炸锅 因为气炸锅也是个封闭式的旋风烤箱 对他算是个小烤箱 对然后厨房里有像我去马可老师师储 他有很大的一个蒸 那叫蒸炉吗 蒸炉 因为蒸很大真的很大 跟烤箱一样大 然后就是很大台的蒸炉 因为你们专业厨房常常要蒸东西 那转换成我们家用就用大同电锅就好了 对是的 然后所以说这个另外就是你刚刚说微波炉 微波炉就是没什么好变的 就是两家都有微波炉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这三样是家里或是专业厨房都会用到 怎么转换 都会用到 大家可以把他变大而已 是大家可以好好参考一下 今天我们的这个蒸工专业厨房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没有请马可老师来提供一道食谱 下一次我们有机会的话 请马可老师提供一道食谱 我有时间赶快来操作一下 好不好 好 那个马可老师 我们这个下礼拜再来访问你 蒸工专业厨房 别走开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家库 感谢大家 感谢老师 蒸工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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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